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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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落脚台湾 却遭到囚禁的命运 有人不得不将炮火 描向自己的战友 有人以反共救国军之名 出没沿海岛屿 有人明知自己将战死沙场 人义无反顾 有人被迫离开自己的岛屿 此时国军一江山地区司令王生明 镇守在132高地下方的指挥中心 将军在这个总面积不到八个中正纪念堂大的一江山上 总共发射了81309枚炮弹 等同一座中正纪念堂被10163枚炮弹轰炸 这场战役被称为国共内战中的硫磺岛战役 走访一江山上 我们找到了当年一江山地区司令王生明最后的指挥所 修榴弹弹自杀 作战场 亲口给我讲 他王生明给大臣留恋仪 司令官讲话的时候 到最后要听到一个炸弹的声音 轰炸 这就是修榴弹炸的 就这样 王生明和他的部署 在一江山战役中洗生 对王生明的儿子王应文来说 父亲离去前的身影是他永远抹不去的记忆 民国44年 元月7号 他从基隆打中志号的登陆艇 2001号船我都记得 他就把我带到船上去 介绍一些 某叔叔 某伯伯 我都叫 哎呀 这是你小孩 长得很清秀 怎么怎么 夸几句了 然后他又把我送下来 按理讲我送到船 他把我送到岸边就可以了 在船边 船悬就可以 他下来 他非要下来 他要把我送到公车站 又是一阵雨 那阵雨其实是很大 但是他就把他的手帕 那个手帕怎么会挡得了雨呢 这个手帕我都留着了 就把我罩到这里 他说 记住 爸爸这几天跟你讲的话 你都好好记住 雨水 泪水 那个时候也分不清了 他用他的手帕就这样 听我啥 我早知道是这样子的 我一定要好好抱着他 我一定要好好 多亲他几下 我们一起在台湾的 每千一代的朋友们 青年男女们 享受了和平繁荣 但是并不知道清楚 这个和平繁荣的款式是怎么来的 是过去多少人的奋斗牺牲 我想 这个节目 不仅是我们在大陆撤退 最后几个岛屿的工房 去撤手的问题 也是今后大家 无论是从抗战内政当中 历史真相还原的问题 有很重要的开始 因此 我们面对到这样一个问题 我们老实说 这是从江先生和毛先生 两位的冲突开始 他们说冲突的是中华民族 中国人包括台湾同胞 在内的应该走的路线的问题 是从孙中山的路线 还是走 这个是马克思的路线的问题 今天 历史已经证明 蒋公 最后 他在大陆失败 当然是犯了很多战略的错 但是 他坚持 我们要走孙中山的路线 所以 到大陆就是 没有 希望 这个是 照他的立场发展的时候 他在前一年 就派了陈将军 到台湾来 这是 今天我们能够台湾 能够游今天的台湾 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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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车做无论的决定 由大家带在这一段时间 来找到 这一段时间 如果我带在这一段时间 看来 证据